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平安 现在今天 大家看到前面还是阴陵密布 现在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我们看见光了 真的是感谢神 给我们有这么样的一个看见 因为我们今天 必须借着圣灵的光照 来认识神的话语 打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今天 在二月的第一个主日 大家每次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 就会看到一段新的每月金句 而这一段的每月金句 就是从我宣讲的 传讲的约翰福音中来的 大家知道 除了上个月 因为是婚姻家庭月 暂时中断了约翰福音书的宣讲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继续要宣讲下去 在这当中 我们要看约翰福音 我们如何来认识这句话的意义 而这句话 真是我们在这个本次的传讲中 是在圣经中 约翰福音的八章五十一节 所告诉我们的 主耶稣要借助这句话 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其实主耶稣要借助这句话 告诉我们上帝 救恩中的一个福音的奥秘 这个福音的本则 就是要解除 上帝拣选他所爱的人 在这些他所爱的人身上的 最后的咒诅 要把这个咒诅 也就是作为罪的 罪的公价 作为死亡 要把我们 要把他从我们 这些信靠他的人中 真正的挪去 而能够得着 耶和华神 在创造我们人的时候 他的一个心愿 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 见证他一切的荣耀 因为在阴间里 没有人来颂养他 能够看见他 主因着上帝 因着他的爱 把我们遭到他的荣光里面来 他一定在这里 要告诉我们这样的大好消息 是人耳朵未曾听见 人的眼睛未曾看见 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而这里这句话 耶稣是这么说 我实实在地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可以想要这个 美月经句里面 我说要大家背诵 这句话很快 就可以朗朗上口 就可以背了 为什么呢 very simple 非常简单 英语说 I tell you the truth If anyone keeps my word he will never see the death 就这么简单 Straight forward 想清楚了 我们心想 那是 我们过去想起了 著名的 约翰福音里面的 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 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不致灭亡 跟死亡再没关了 得到永生 就是说 就永远不见死 但是至于什么叫做信 那么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我们 什么叫得到永生的信 是怎么回事呢 这篇 这个主借助这句话 讲得清楚 这个信是让你行的 信不是挂在你口头上的 这个信 而且讲清楚 你要行在主耶稣的道上 遵守我的道 而要主是怎么样一个主 你是怎么样的信 过去我们的传福音 如果我们比较肤浅的 那种讨人喜悦的传福音 就从来没有把主的道 完全的一个全辈的一个道 真实的准确的传讲出来 使很多人以为我要信主的信 就表明 我愿意相信这位爱我的主 因为祂是爱我 而祂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这无条件就是说 我即便信了祂 我不跟随祂 祂也照样爱我 也可以给我永远的生命 这就是他们所想的信 而这个信里面 他说我信 神对我的一切的供应 神对我一切的照管 神给我的一切的安慰 神给我的一切的陪伴 都是神给神给神给 你相信的 你就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只是相信 从神那里拿到这个拿到那个 那不错 你为什么有这个印象呢 是原来的 我们传福音的摩斯 给你造成了这个印象 其实这里面所讲的信 是要你行在耶稣基督 祂所走的道上 你必须走在祂的道上 你才能够得着主耶稣 对你的一切的看顾和保守 和供应 如果我不行在主的道上 我仍然行 世人眼中 祂所要行的一切的事的话 我们怎么能相信 这位我们的圣洁供应的主 真的会供应 你自己所相信的一切吗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这个考验就是说 我们到底信耶稣 遵守祂的道 是怎样的遵守法 当耶稣带着祂的门徒 要到耶路撒冷 最后祂去了三次 最后一次 祂明确地告诉祂的门徒们 祂说此次我去 我要受到文士法利塞人 他们的逼迫 我要去受苦 他们要把我盯 他们要让我去受死 不过我三日后会复活的 说了这话的时候 大家知道 彼得听见以后 他第一个怎么反应呢 他虽然跟了才三年了 他也觉得跟定耶稣了 而且他也说过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能听谁呢 对吧 但是真的 已经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彼得的第一个反应 怎么说啊 主啊 万不可如此啊 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 并不临到你身上 我们当时一听 对啊 这是彼得爱主嘛 这种事怎么会好事呢 这种事受苦受死的事 怎么样灵也不能 灵到我主身上 我们应该捍卫 我们应该保卫 如果我们的耶稣基督 因为受死 那我们下面我们怎么办 我们这批人不是跟着他 要打江山做江山的吗 难道他真的要去死 那丢下我们怎么办 从这个角度来讲 人的反应是自然的 那人的反应 你也讲了 这是完全情有可原的 是最可理解的 但是你要知道 耶稣最大的愤怒 我们常常有的是所恨的 不一定是主最恨的 我们觉得无所的 看得很稀从平常的 可是真正是很可怕的 所以彼得大概 跟着耶稣这么多年 从来没听到过 这么耶稣愤怒的反应 耶稣折护他 撒丹 推我后面去吧 哇 我就讲了一句 爱你的话 我为你考虑 再怎么样 你也不伸手 打那些送礼人啊 我总是为你好嘛 你怎么会这么严厉啊 怎么会这样子无情呢 因为在这里面说 你是伴我脚的 耶稣说了 对不对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只体贴人的意思 对我们来讲 体贴人的意思是好事啊 很多人就是什么 不是人间烟火 根本不把人家的 自己的痛苦当一回事 别的事不是你的事 你去体贴人的意思 你去关心人 这善解人意 你愿意去和他一起 为他将来碰到的事情 一起来哀伤 希望他逃避 逃避那些 可能临到你的灾祸 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 这何罪自由 但这就是撒丹 在这里真的是要来 攻击教会的 一个什么 真正的突破口 突破口不在于 你要犯什么滔天大罪 突破口只要你 体贴人的意思 不体贴神的意思 撒丹就得胜了 就在这儿 关键就在这儿 所以耶稣接下来 讲一段话 就跟彼得这么说 跟彼得门徒这么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起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原来真是我的道 是指这种道啊 原来我们真的要信你 信了你还要跟从你 跟从你是怎么个跟从法呢 必须悲弃 必须舍己地跟从 我怎么能舍己呢 我跟从你 总是我们是共赢嘛 对吧 为你好也为我好 大家都好都很好嘛 对不对 为什么必须要完全地舍己呢 主也知道 我们不可能完全舍己的 我们怎么能舍己呢 我就只能 我们不可能 自己扒着自己的头发 离开地球一样的 人绝不能靠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舍掉 你不可能嘛 你越要舍掉 你越要靠自己的能力 你自己对你越宝贵 你功课自己靠自己 你自己怎么可以功课呢 所以在这里面 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一句话 主告诉我们 是怎么样呢 背起你的舌子架吧 背起你的舌子架来跟从我 你就是舍己 这个舌子架是什么 舌子架是对付 你的罪的核心 以自我中心的罪的根源 要靠舌子架来对付 因为舌子架是对付 罪的什么工具 是对付罪的象征 因为罪就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 耶稣为我们的罪 他完全是一个无罪的人 完全的神成为一个无罪的人 为我们的罪 成为罪 而去被钉死 以至使我们这些原本有罪的人 也可以在罪上一起死了 这叫做与主同钉十字架 如果我们不能与主同钉十字架 圣经人们讲出我们就不能与主同活 我们只有与主同死才能同活 原来一叫一起信他的人 不致灭亡反对永生 是要信到一个程度 你愿愿去跟他同死 你才能够跟他同活 永生是这样得来的 所以圣经里面一些话 还要靠其他的话 做一步进一步的 更深的破解 和更精准的定义 如果你不遵守 耶稣说 你若不遵守我的道 你就肯定什么 就要死 这就是耶稣在这里 特别要提起的话 那么这话 这句经句 二位缝在这里用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刚才David的长老 已经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领会的时候 已经带着我们做祷告了 很感谢主 我们现在心 一直挂念着 在中国受逼迫的 那些基督徒的 主内的同胞弟兄姊妹们 因为二月份 大家知道 国务院有一个 新的宗教管理条例 而这个新的宗教管理条例 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法源 就是非法的一个行政法规 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国的立法法 任何的立法都必须经过 立法机构的授权 也就是所谓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他才是立法机构 如果没有他的授权 郭务院凭什么立法呢 郭务院他说 我没立法 我布施令的行政法规嘛 但是任何的行政法规 要么是被专门授权立 要么就是什么 照着已有的法律 来补充完善 是作为执行这个法律的细则 这是可以的 但是中国恰好就是 没有一条不宗教法 没有宗教法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要立得 而且完完全全 跟宪法的36条是相反的 他就处处就告诉我们 所有的宗教活动 都要比政府来批准 才能进行 如果他不批准 你所有的行为 不管场点或者什么 都是非法的 政府保佑 一起捣毁你 封杀你 不顿你 的一切权利 这是一幅非法制法 这是强加在中国教会上面的 一种来自事所当决 尤其无声论政府的一种 对基督徒的逼迫 现在我们 要面对 中国教会现在要面临的 改革开放的 真正的一个 新一轮的逼迫 是严厉无比的 我们都必须有 这个思想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 主这句话就非常重要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在这里 教会就要在 这种困苦和逼迫下面 要站稳 不能倒下 不能卖主 必须 在神的道上被监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如果我们这些海外的教会 如果装作不知道 不相干 我们海外这么多 福音出版物机构里面 我们都不谈这个问题 好像当作没事一样的 好像我们主内的 自体受苦 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的 这是一个耻辱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因为当局不喜欢这个冷调 如果哪家海外 有这个错版的话 就可以上黑名单 很怕被政府看尊了 成为征战的对手 我们的教会 我们到底做什么事 我们难道是要讨政府的好吗 因为政府是从来不会公布 报告他的任何一件镇压基督教的行为的 绝对是不准备见任何的媒体 任何的这种报纸 或者是甚至电子媒体 就像温州 哪怕是官方的两千多家的 三字教会的这个十字架都被拆毁 非常像零分的教堂 这么辉煌的大教堂被炸毁 这种事情都是大新闻啊 但是你绝对 你不会看到一个子的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事都是见不得光的事情 不让你知道 悄悄地在黑暗中扼杀你 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就要把这些罪恶 暴露在上帝的光照之下 让世人都看见 但是我们很多教会 没这个勇气做啊 谈都不敢谈啊 忽然也有人会谈 谈的时候怎么谈呢 我们看到有些言论 说你们呢 给他们些安慰啊 就像彼得对主说的 听说逼迫来了 这是逼迫领导你们 你们放心吧 因为现在中国已经 毕竟走了这么多 改革开放年代了嘛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 中国人民的共设了 你怕什么呢 总不至于像文革那样吧 所以你只要自己低调点 你收敛点 对不对 你躲一躲就可以了嘛 他不喜欢听那些话 你就把那些不喜欢听的话 你就不要说 哪怕是圣经上的话 神的道 你也不要说 不就躲过去了嘛 他现在要封那些聚会点嘛 那你撤回各家吧 那树大招风 你回到家中 你总会平安无事吧 是这种劝告 这种安慰来了 但是没有一条符合 主征召他自己的儿女 在世上的征战 在圣经上找不到一个处处 而圣经告诉我们 在使徒行传 第四章的时候 讲第一次逼迫 新约教会成立的时候 已经出现的时候 主怎么样教导 带领他的儿女 一起来开口祷告 求上帝的保守的时候 带领的时候 圣灵感动他们 结果他们就放胆 讲了神的道 而不被这个当局的 别颇所吓倒 因为听神不听人的 那是应当的 这是清清楚楚的指示 但是为什么 我们就很多 我们在这里不敢讲呢 我们到底传着什么福音啊 我们到底是为主 做什么征战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一定要反思 我们到底 我们在这里传福音 目的是要让我们的 弟兄姐妹知道什么 知道什么 知道我们如果 真有逼迫领导 我们就像彼得前书说的 那火炼的撕裂领导 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因为你们在这里 已经与主一同受苦了 将来在主显现的时候 就会领和他一起欢喜快乐 哦 原来叫我们 要体贴神的意思 不体贴人的意思是这个 原来如果我们 愿意为主受苦 以受苦肉体的受苦 作为我们征战的兵器 就像彼得前书说的 这已经与罪隔绝了 问题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信到这个地步 当国宝威修我们的时候 要把我们下奸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在这里表明 我在这里传讲神的话 我在这里要敬拜神 这是谁也不能不夺的 你尽管把我抓去 但我永远不会变更我的立场 敢不敢讲这话 这才是真正的 看我们是不是真的 keep my words 是不是遵守神的道 耶稣是这么说的 耶稣也是这么行的 是不是 耶稣要我们来 跟随他的脚踪 因为耶稣是勇敢的 耶稣从来就在 法利赛人面前 他从来没有允藏 他自己要在他们中间 所讲的真理 都没有打一分一寸的折扣 是完完全全 勇敢地传讲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在查考 我们的约翰福音的八章里面 所看到的 但是说约翰福音 第一章到第四章 耶稣好像看起来 他行神节 人们都欢迎 但是紧急着到第五章的时候 耶稣就有意把他的神节 放在什么 放在犹太人最忌讳的 什么样的行 那个什么 就是安息日 在安息日里行 我就等一天嘛 灵桥像蛇嘛 我过了安息日 再把他治好也可以嘛 他已经瘫痪三十几年了 我就差一天 有什么不可以呢 但耶稣不是这样 耶稣一定要在这时候行 为什么 一定要让真理 来出来把黑暗去除 因为犹太人在这里 自以为是 他自以为靠着他这一套东西 就可以压制了人家 就可以取得他 对整个安息日 如何遵循他的解释权 他的掌管权 所以人就在管理掌管上面 这种人的方法来控制人 人会得到快感的 人就仿佛像神一样的 抓住这个权力不放 所以耶稣在这里 一定在这里面要充重 他们自认为 他们自认为 他们遵守得最好 也认为最严厉的条规上面 耶稣准备要下手 跟他们挑起这场征战 所以当犹太人 这时候要开始起杀心的时候 就从第五章就开始了 因为他说 我的父做功到现在 我也如此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 你与我们所信的神 什么 同等了 然后碰到这个情况以后 发现耶稣 知道这个情况 紧张关系 已经造成耶稣 没有做任何的 任何的一步缓和和调整 或者说我们怎么讲平衡 或者闪避 什么都没有 我们看到耶稣步步精神 直到我们今天读的 这个第八章 我们上次讲的 那篇道 凡出于神的 因为耶稣这么说 出于神的 别听神的话 用这句话来把那些 原心想 那些讨好他的 甚至愿意信他的犹太人当中 把他们给揭露了 你说你揭露任何犹太人都可以 你又不要揭露那些 曾经相信你的一批人 因为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这时候马上这些 所谓信他的人 请注意 这个信就得到考验了 所以耶稣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 没有把自己交给 所以这个信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信 就好好的在这里面 不经思量 就这样轻轻地让过去了 结果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亚伯拉人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 你怎么说 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刚刚说是信了他 现在又不信他了 因为这句话触犯了他们 因为耶稣在这里 把犹太人的 最觉得自己了不起 标榜自己的 那个什么 一个他们自己所打造的 这么一块安全牌匾 或者是怎么样 一个保险符 生命保险 或者是生命的平安符 把他拿掉了 因为他们是这样想的 我们是亚伯拉人的知识 只要我们保持 我们是纯种的犹太人的话 上帝 耶和华神的父亲 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正如耶和华神 与亚伯拉人立约的时候 讲清楚 我要和你的后裔立约 而且讲清楚了 从以撒下去的 才是你的后裔 所以他们很清楚 他们是以撒和雅各的后代 他们不像那些撒玛利亚人 已经半路作废了 所以他们在这里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亚伯拉人的后裔 是他们骄傲无比的地方 是他们可以藐视 一些外邦人的地方 认为他们才是 最纯正的血统 最纯正的信仰 是被上帝的 所选中的血民 这是无可非议的 不说啊 圣经里面有很多说 上帝是拣选了他们 但是上帝的话没说完 现在借着耶稣 要继续说话了 当耶稣要说到 你们要得以自由 不是凭着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个特权就可以了 你们没有这个特权 你们必须要信靠在 耶稣基督的话里 要遵行 常常遵循耶稣基督道 你们才真的得以自由 才能真的 把这个死亡的威胁 给你怎么样了 解除掉 你的生命 才真正的不在死亡的威胁下面 这是最后的 最根本的自由 他们就群其而攻之 所以耶稣在这种地方 你攻了吗 耶稣继续说了 说你们根本跟亚伯拉罕 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你们的行为 你们是说谎话的 因为我说了真理 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你们为什么不能听我的道呢 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 你们的父撒旦 因为撒旦本是说谎的 而且是说谎自人的父 原来这些犹太人 要反对耶稣的根本原因 你们搞错了 你们根本跟亚伯拉罕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真正有关系的 那就是撒旦 跟你们所口口声声所信的神 没有关系 只是挂在你口里的 真正的关系就是说 你们非常恨恶的 义和华神的敌人撒旦 可是你们却是他真正的后代 为什么 你们也是撒谎的 因为你们是低党真理的 撒旦是低党真理 你们也是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痛处 抓住他们 所以耶稣在这里 把他们自以为 那种属灵的特权 能够从上帝那德福的特权 亚伯拉罕会精致招牌 要把他从他们那里拿掉 这是他们最不高兴的 所以我们就来到 今天的话语当中 所以今天耶稣给我们 行出了一个勇敢的榜样 完完全全在耶稣 上帝的仇敌面前 他勇敢地宣讲真理 他从来没有估计着 你喜欢听什么 我就讲什么 你认为这话敏感 我就不讲 你不愿意我讲 我就不讲 不是这样子 所以四十八节 今天的禁文四十八节出现 犹太人 这个时候闹羞成怒 闹羞成怒怎么样呢 他就把本耶稣的 原来的神学辩论 就转为人身攻击了 这是最厉害的 就是人身攻击 在犹太人讲的 是非常恶毒的 犹太人怎么说他呢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怎么变成撒玛利亚人了呢 对不对 并且是鬼父的 这话且不针对吗 你要知道 任何人被他们这样一讲 这个人就完蛋了 在这犹太人的社会中 立不住脚了 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 数无来往 撒玛利亚人甚至比外邦人 还要糟糕 因为他是犹太人中的叛徒 他做了杂种 所以这个东西 在撒玛利亚人 在犹太人面前 简直是 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 是藐视的 没有一个 不能再藐视了 因为为什么撒玛利亚人是呢 因为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子生了嘛 只有我们保存了 亚伯拉罕正统的子生的血统 没有跟外邦人混杂过 这样一讲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了 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 我们这群孩子也很兴奋 我们也闹革命 不行 你是黑五类 他是红五类 他才有资格闹革命 你没有资格闹革命 你就在靠边站 他们因为他血统比较高贵 所以文化大革命 一打成黑五类的话 基本就在学校里 就没有发现权了 哪怕你曾经是 成绩很好的 你原来是哪个 但是一下子翻过来了 我不知道 我们当中像我这种年代 经过的 就想到天翻地覆的 学校里的变化 从此就重新划分了 本来在学校里 是在主流里面 一下子变成边缘了 一些边缘人 本来是中国人 这人这么出息 上课们打瞌睡 成绩吗不接课 忽然找到一个好处生 哇 不得了了 众人拥戴 那就是三代老平盟 五代老工人的 这太多了 在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有体会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当中 如果现在这世界 像希特勒讲的 亚利安人最高贵 要纯种亚利安人 所以要为欧洲 这块地方要清理 对不对 这都是让亚利安人 就感到高贵起来了 就像马克思发明了 无产阶阶 才是绝末人 因为最先进的阶阶 是无产阶阶 一下子好了 奉行马克思 在国内里面 大搞阶阶斗争 那是重要的 不是你是哪一个国家人 你是什么阶阶的人 但是现在一下子来 中华儿女 OK 你是中国人 不得了了 在中国就把你抬得很高 你在世界上 要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你是中国人 这都是撒旦魔鬼里面的东西 就是把你一个着类 你自己没办法选择的 身为什么人 根本不是你选择的 但是就在你的 没有选择上面 就给你定下了你的罪 定下了谁是优越的 谁是不优越的 但是福音就是要 打破这一切的隔离 要把民族的 种族的 阶级的 或者性别的 这种隔离的 翻离 全部要打碎 因为在基督里 不管是西里尼人 还是犹太人 犹太人还是希腊人 不管是为主的 还是为奴的 不管是男是女 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 所以任何 在这里面 这些法利塞人 因为自己挺属灵的 但是他属灵的标志 却建立在这个 血统的标准上面 没有比这个更愚蠢的 所以他在这血统上面 来也攻击 耶稣 你属于撒玛利人就算了 你就没有话语权了 那你根本在这里 根本抬不起头来了 你不但是个撒玛利亚人 你而且还是被鬼附的 耶稣被讲成被鬼附的 这不是第一次 因为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七章说 我说是真理 你们 给你们告诉你们真理 你们为什么反而要杀我呢 那犹太人真是杀心重重的 然后就讲 谁说要杀你的 我们没有杀你 你为什么说我们杀你 看来你是被鬼附的 你根本就说话不正常 说话不正常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有 约翰福音就三次说他被鬼附的 甚至耶稣在这个 马太福音里面 他自豪地被鬼附的一个 亚巴士 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居然他们也说 耶稣是靠着鬼王 比西普来赶鬼的 所以耶稣最严厉的话说 如果你看到圣灵做出来的 这样的神迹大功 你还敢架一下污蔑的话 那就是不得赦免 不得赦免 所以在这个当中 他们是这样攻击耶稣的 对不对 在这里耶稣 他完完全全针锋向对 不是因为你攻击了 因为你们是掌握资源的 你们是犹太人的上臣 是不是 我得罪了你们 最后这有什么呀 最后这有条死路 死路一条 所以多少人解经的时候 当耶稣把这么重的话 讲出来的时候 说你们的父是撒丹的话 他们说 耶稣在这里很清楚 他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了 勇敢地走上一条受死的路 犹太人在这个时候 不想把他处死 是不可能的 但是耶稣根本没有任何的惊慌 耶稣继续说 耶稣说 我不是鬼妇的 我尊敬我的父 你们倒轻蔓我 为什么 这句话 倒轻蔓我 现在心意本说 你们倒侮辱我了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因为在这里面 你以为 这些犹太人不高兴了 对不对 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 你们才能得自由 我难道是高抬我自己吗 耶稣他没有这么说 耶稣说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因为耶稣讲清楚 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当众人要拥戴他做王的时候 耶稣就跟他们跑了 对不对 他不受人来的荣耀 但是但求从父那里来的荣耀 因此他说 我尊敬我的父 你们倒轻蔓我 轻蔓我甚至把我讲成傻妈的人 反正你们又想到什么恶夺的 你们就说出来 对不对 这是你们轻蔓我 你们轻蔓我 实际上呢 实际上轻蔓谁啊 青年你们所口口声声所信的神 因为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照着我父的意思做 因为说我尊敬我的父啊 尊敬我的父就是 我顺从我的父就是尊敬啊 我上次说 对自己的 我们说对父的尊敬 honor your parents 就obey your parents 是同一词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耶稣他自己 在《叙汉福音》五章 四九节里面就说了 我实实在告诉你们 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子也照样做 在这里 耶稣把他在三维体里面的 神的这样子的一个 救恩的顺序摆得很对 虽然从本体上讲 耶稣就是完全的神 圣福甚至圣灵 我们多次讲是 同尊同荣同本责 但是主耶稣在这个 三维体神的施工当中 祂是照着顺序 父拣选 主旨就什么样啊 就完成 然后呢 圣灵就什么 施行 这完完全全就是按照 三维体的这样的一个顺序 因为子是为父所拣选的人去死 圣灵是照着子所去死的 父所拣选的人 使他们心门被打开 因为圣灵要进入我们的心 这个是绝对没有任何一点地方 有自所其化的事啊 不是父拣选了 子说 你拣选的范围不够大 我比你爱心更大点 我再扩大一点 不可以这样子的 他顺服 所以耶稣说 若不是父吸引你们 没有人到我这里来 你们能到耶稣这里来 都是什么 父所拣选的 不是父所拣选的 没有人能来的 而父拣选 他说 这部分拣选了 我有点看不上一些 对不起 拿掉 我另外再拣选 都没有这回事 所以只说 我自己不做什么 父教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只有看着父做了 我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职业照样做 在人家看着 这是最没出息了 你怎么一点没有创造发挥 主观的能动性呢 而唯唯诺诺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不知道 这就熟虑道密 这是实在严格的 在自己的救恩的 这个规范当中 他严格的操作 一点都没有 把自己要拖出来的表现 而且他继承为人 就诚心卑微 以至于死 因为父让他去 把自己的儿子给舍了 他就也把自己给舍了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顺服 可以顺服到了界点 所以耶稣知道 他的荣耀是从父那里得的 断他是非的是父 而不是人 所以你们讲他 这些法律生讲他 你是撒玛利亚人 什么什么 都根本不可能 接到打他的 不是把他会讲到 灰心了 伤心了 最后怎么样 落荒而逃了 害怕了 都没这回事 因为断是非的这一位 在天上的神 而正是这位父 已经将一切审判的权备 交给子了 子还要怕什么 所以在这里 这段话 对我们做基督徒 是什么提醒 请注意 所有的真荣耀 都是属于神的 因为荣耀是神的本体 没有哪一个荣耀的来源 与神无关的 如果你要求 你一种什么的荣耀 不是从神而来 靠着神而得的 是为着神而行的 那都是虚荣 都是虚妄的 神都要拆毁 没有一件不拆毁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在这里 耶稣告诉我们 他求的是什么荣耀 他是不为自己求荣耀 这是非常重要的 跟以色列人不卖账 你到底是谁啊 凭什么你可以说这句话 因为他们口口声声 他们认为是亚伯拉罕最大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而且还有一位摩西赐下律法 所以如果这么心中 这两位 本来是上帝所用的仆人 被他们却看成是偶像 所以在这个方面 耶稣就要针对着 他们的一种莫名其妙的 悠悠感 所以这里面要加以 淋头痛解 所以在这里 耶稣就讲出 我们今天的经句里面 这句话 耶稣说 我实实在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在这里 犹太人更气愤了 对不对 你把自己算得这么大 本来说是得自由的 听了尊守我的道 就得自由 现在书星讲了 这个自由就是什么 自由free from death 就是不见死 那意思就是说 你掌握着生命的权柄了 那你把自己看得何等大 你到底是谁啊 难道我们要听了你的话 才不见死 那么你这样子的话 你把亚伯拉罕放在哪里了 亚伯拉罕 在你以前就有了 他根本没听过你的话 而且他也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跟他们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难道他们死 因为他们没听你的话吗 所以犹太人就对他说 现在我们知道 你是鬼负责了 那犹太人就越来越有自信了 对不对 越来觉得 我说你鬼负责是对 你说话越来越不像什么 就完全没有常识 常理都不服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听主的话 很多人也听不下去的 很多人看圣经也看不下去的 这是什么话呢 对不对 耶稣明明就是一个人嘛 我承认历史上有耶稣这个人 但是耶稣是个人 怎么会讲这个话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说 现在我们知道 你是被鬼负责的 亚伯拉罕死了 仲先知也死了 你还在说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偿死位 下面 这句话就说了 53节说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大吗 他死了 仲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我们现在这句话 你算老几啊 你是哪根冲啊 你竟然在这里 你一说 你比亚伯拉罕大 大到这个程度 他们好像是不听你的话 才死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们在这里讲这话 看起来真正有词 实际上是暴露他们的真正的愚昧 愚昧在哪里呢 愚昧就是他根本不知道 耶稣所讲的死的意义 耶稣在这里讲的不见死 是指的是一种灵性中的永死 灵性中的永死 就是说这个死 是与上帝永远什么脱离关系 这个死叫做永死 而我们在地上的 离开这个世界的死 是身体的死 就像亚伯拉罕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但是他们死 只是他们的灵魂 离开了什么 肉体 灵魂离开了肉体 C.S.路易斯一句话很好 人本质上是一个灵魂 而不是身体 维吾族也讲 人就是一个身体 身体没有了 人就没有了 英国家人是一个灵魂 但人还有身体 身体是人所有的 他的本体是灵魂 灵魂有一个身体 作为他的居所 这个帐篷居所 是可能会朽坏的 因为罪的缘故 对不对 我们的身体 我们灵性上脱离神 我们肉体去朽坏 但是上帝的拯救 是从灵性上的 拯救开始 让我们信主的人 得到了什么 灵力的重生 由此有一个保证 将来 在耶稣再来以后 我们在新天心里 还会得到一个 永不朽坏的身体 耶稣会给 上帝的拯救 最后完全的拯救 就是给我们有一个 荣耀的身体的 所以我们的灵魂 需要一个身体 但是身体 是灵魂的需要而已 身体是可以做变换的 可是在这儿 他们根本不懂 他们以为讲的死 就是所谓的这种 人死了就死了 所以在旧约当中 好像对复活 对这个永远来世的永生 这方面并没有特别地强调 所以犹太人分成两派 有一派叫撒都盖人士 坚决不相信 有复活这回事 那么法利塞人 相信复活 但是真正的复活的 这个真理的产明 是在耶稣里 如果耶稣还没有来的话 他们真不知道 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 所以只有耶稣说 神的儿子叫你活了 你就是活了 只有神的儿子 有这个资格 因为只有他替你去死 他才能叫你活 所以只有主他自己说 若有人遵守我的话 他就必不至于见识 因为天上地下 只设下一个名 只是耶稣基督的名 只有靠住这个名 才能得救 没有其他的名了 这是一个真理的表示 不是耶稣自大的 无根据的吹嘘 这个问题要讲清楚 所以耶稣接下来说 我若荣耀我自己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 就是你们所说 是你们的什么 神 那么现在在这里 到底这个犹太人 到底信不信神呢 因为他如果信神 耶稣就说了 你们若 你们未曾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我说说不认识他 我就是说谎的 像你们一样 但我认识他 也遵守他的道 这话很重要 在这里面 耶稣说我认识他 那是一个真理的宣告 不是说我比你更有门路 你们门路不高 我比你门路 我来这里自夸 为什么耶稣说 你们不认识他呢 问题就是 你们不认识什么 主啊 主是从父那里来的 如果你不认识主 就像他的父 就是对你 对这个父呢 一点印象都没有 所以你心里所想的 所信的神 根本不是圣经当中 给你启示的神 所以耶稣常常证问他们 证问他们什么 这经你们读过吗 所以讲到亚伯拉人的时候 圣经里面也说的 当犹太人来杀都该人 特别不相信复活的 就讲 如果一个人 他生前娶了七个妻子 如果他死了以后 到底哪个妻子算他呢 对不对 他自以为是一道 特别大的难题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说 怎么样 耶稣怎么说他们呢 耶稣说 愣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上 像你们说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有些人说 救援里面什么时候 讲过死人复活的 对不对 耶稣就说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圣经里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这话你们听过吗 这话我们当然听过了 圣经里不止一遍的 耶和华是这样声称的 然后耶稣就说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中原厅一头雾水 呆了 我从来没想过这问题 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是活人的神 是 神是永活的神 你死了就跟神 你真的死的话 所谓永死在地狱里 就跟神永远什么 脱离了 这叫做spiritual death 真正的死 那种死亡 就是灵魂不是离开身体 而是离开了什么 永远离开了神了 只要我们灵魂不离开神 神保守我们 可以给我们换一个身体 是不是 可是他们不理解这个 所以 难道我们的神是死人的神吗 那意思就是 真正的意思就是什么 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 他们没有死 他们不过只是睡了 众圣徒在基督里 在上帝的保守下 他们只是睡了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 死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死的话 上帝为什么我们是他的神呢 他死了 如果真的跟我神 没有关系的话 没有任何的联系了 因为真正的死 是与神永远的断绝关系 所以在这儿 他们不认识神 所以根本不知道 耶稣所说这番话的意思 也不明白耶稣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因为为什么不能认识呢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而神要给我们的 就是拿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心里也未曾想到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道上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为准神 为标准 来看我这部分能够接受 我要信 那部分不能接受 我就把它去掉 你在这里 你不是神的话语的检验者 你不是神的话语的选择者 你完完全全是神的话语的 无条件的接受者 因为是神的话 你必须接受 没有一句你可以拉掉 完全地 整全的神的话语 要清清楚楚地摆在这儿 所以当 说信他的人不至于死亡 和 要只有遵守他的话语 才不至于死亡 你觉得 这里面两只有矛盾吗 没有 那个要遵守 他的话才不见死 才是真正地 对信的意义上的 真正地表达 你要信到什么程度 你才是真正地 能够得永生 主在这里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信 绝不是停在口头上的 我们的信 绝不只是放在 绝不是 让我们只是想到 要从神那里得 你让我得我就信 你不让我得我就不信 恰好相反 如果不知道 神要我们跟随 他的一条是受苦的 受死的 一起勇敢地 舍命地 征战的路 我们就不配跟随耶稣 所以耶稣是这样 勇敢地向 法利塞人 讲出这样的道来 因为知道 我讲这个道的 结果就是死 但是还是讲了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有没有 这样的胆量呢 司提凡是这样讲的 他成为第一个寻道者 是不是在新约教会的 他讲的时候 众人尖叫乌耳 简直是听不下去了 他仍然讲 最后用射头把他打死 是这样子的 他不是揣摩你 你愿意听什么 我才讲什么 如果你我讲了 要你生气了 我就不讲 然后反复讲 这是一场误会 我们基督徒是爱人的 我们基督徒是什么 我们等等等等 我们基督徒是跟你 其实是可以做好朋友的 只是你政府老是误解 我们的好意 其实这就是一场争战 基督的敌人比你更清楚 所以很多基督徒搞不懂 我们就唱唱歌 我们就唱哈利路亚 我们是和谐的 你为什么政府出动这么大的 公安干警 大动干戈啊 奇怪 很多人想不通啊 其实这些基督徒 他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意识 他只是想 我要信个神 我要讨个佛 但是请注意 因为这个政府早上自己当神了 他不容许另外一个神 随便你怎么样 你重视要被剿灭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有一条 你可以与世界来找成一个和平共处的妥协的路 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在这里讲清楚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从来没有退让过 他该征战的他就征战 所以他最后他就这样讲一句话 真的触动他们了 因为你们以亚伯兰还为标准吗 亚伯兰是你的吗 亚伯兰是你的祖宗吗 今天耶稣就告诉你 亚伯兰是说我兴起的仆人啊 所以耶稣是什么 你们的祖宗 亚伯兰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这话是什么话 对不起 这话是过去时哦 不是说现在 那个在天上的亚伯兰看到我在坐 他是说 在亚伯兰在世上的日子就看见我了 他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 是仰望地看 那耶稣比他高啊 比他大 否则他要仰望干什么 看见了就欢喜 这下子犹太人 那就更加暴了 对不对 犹太人满汉就一句话 这讲得太离谱了 亚伯兰是一千年前的人 你竟然说 你让亚伯兰怎么样 仰望你 你到底算谁啊 这话谁能听懂呢 除了思绪遗憾 思绪遗憾说的 有一位本来在我之后的 其实他在我之前 是不是 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 为什么 他就是那位勇在的 有很少人能够想到这一点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还是从人的角度来打量 怎么说呢 犹太人就觉得 这下拿到把柄了吧 你说漏了吧 你看起来不过怎么样啊 还没有五十岁 且见过亚伯拉罕呢 没有五十岁就没有见过 一百岁就见过 两百岁都不行 三百岁都不行 是不是 就等于说 我说我跟孔子一起喝咖啡 在哪里啊 在Starbucks 你就笑死了 对不对 那是孔子时代有Starbucks吗 对不对 你还跟孔子喝咖啡呢 那时候你在哪里都不知道 没有这回事 你讲得离谱离得太可怕 但是犹太人说 你还没有五十 请注意啊 耶稣那时 设计年龄多少 三十才刚出头 你说一个三十该出头的 一下子被人叫老了二十岁 变成这样五十 你说这个是让我们悲哀不悲哀 你说是不是 我们现在出去的时候 很多人跟我打招呼 要找话谈 那孔子是你今年看的到底是有多大了 那我又愿意一下 你愿意猜猜猜嘛 那人就明白了 你要我猜嘛 我就把你猜得年轻了 往下猜总不错的吧 对不对 对吧 我看你不过才五十出头吧 哎呀我听得很高兴 对不对 其实我早就六十出头了 对不对 他不会说的你三十出头 他不会 这就太离谱了 对不对 他给你小一点 他说五十出头 那你就觉得 哎呀我在人眼中看来还小了十几岁 挺好的 我说你看看吧 我看你已经过了八十了吧 哎呀我就昏过去了 那我有这么老吗 我有这么老吗 对不对 那回去就是睡不着觉了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怕被人看老 讲老 讲了年轻以后 我就特别快活 对不对 其实这里都不在乎 最主要我上次听唐牧师讲到 讲到这里 他传到人 如果被人看得年轻了 那就有祸了 那天哪 我说被看得年轻就有祸了 你看 耶稣他三十就被人家看成 五十 对不对 这就说明呢 我们要效法耶稣 被人看老 不要伤心 这在特别是你做主功的 这是一个奖赏 就说明你为主奔波啊 你为主操劳 你憔悴啊 你愿意舍弃你肉体啊 你不会每天弄得很光鲜 像是油头粉面的 白面书生 出现在大家 保养得好好的 对不对 注意自己这个 注意那个 就是不注重神的功 也不愿意花时间 辛苦 也不愿意那个 那才不行呢 对不对 所以我也跟唐默斯开玩笑 原来你看到我说 你看到这年轻 原来你是在骂我 唐默斯也就笑笑了 当然我们这讲的都知道 意思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 对不对 按照我们现在的价值标准的话 年轻就是一切 就要抓住这个时间 对不对 年轻人因自己年轻而自傲 但是你越自傲的话 就是越悲伤 因为你最后的这个东西 你认为自己的资本 以后会失去的 谁没有年轻过呢 那谁不会长老呢 所以这都是不是重要的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 在这里面就是 耶稣所讲的话 对不对 耶稣在这里面 当然他想耶稣多少岁 耶稣不在乎 但是耶稣在这里 要借此要宣告一个真理 就是让他们知道 他是谁 这就是约翰福音的 作者的目的 就让他们知道 耶稣他是谁 所以耶稣在这里 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 就有了我 于是 他们拿起舌头要打他 耶稣却躲藏 从殿里出来了 奇怪了 你讲胡话 已经讲了这么多了 就是说耶稣看到 那个亚伯拉罕看到 我就欢喜快乐了 你现在讲 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就是这句话的 自然的什么 胡话的继续嘛 那么你一下子 暴跳颅鲁雷 怎么又拿起舌头了 因为这句话的 真正的意思 犹太人懂 我们如果这样看 它不过就是 这个意义上的延续而已了 不是就有了我 就是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I am这句话 不好随便说的 这是耶和华的 专有名称 当我I am的时候 就知道了 你称自己是神了 那就是对上帝的亵渎 你明明是人 为什么把自己称为神 其实犹太人 自己把自己当作神 所以他们不能认出 耶稣是神 反过来他们就什么 要以他的正义 制义 要去来什么 杀害耶稣 因为什么 利维基讲好的 这种蟹夺 是一定要用舌头打死的 所以他毫不犹豫 他们都举着舌头打 对不对 但是耶稣讲的这句话 很多人也一头雾水 这怎么回事 我读了创世纪的这么多 我们现在正在查创世纪 没有看到什么 亚伯拉罕就看到耶稣了 欢喜快乐 没有这个记载啊 你此话怎样讲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这里面有不同的 教会的领袖和作者 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我可以讲 我有把这三种的来源 可以讲一下 亚伯拉罕怎么在世上 仰望 欢喜 仰望耶稣了呢 他有怎么机会的 首先第一告诉我 这个不是肉眼的仰望 这是信心中的仰望 这个他跟耶稣的相遇 是什么 灵力的相遇 这灵力相遇怎么样呢 一个就是他遇见了麦基西德 遇见了麦基西德 麦基西德给他作福 这是奇怪了 没有这个比这更奇怪的事 因为在上帝跟人类立约的事 亚伯拉罕是最大的 上帝要把所有的夫妻 给亚伯拉罕和他什么 他的子孙们 那么其他都比他小 怎么冒充一个人 就要为他作福 说至高神的祭祀 亚伯拉罕说 对不起 你要给我作福 我不能接受 你说至高神是你自己说的 我要存受我的教义的存证 我坚决抵挡你 有没有啊 没有 上帝在灵力给他特别做工啊 使他能够献上十分之一的祭 因为他就是耶稣的预标 麦基西德 因为耶稣是照着麦基西德的等次 成为大祭司的 然后希伯拉罕特别说 只有大的为小的作福 没有小的为大的作福的 这里面的等次已经讲清楚了 你说叫亚伯拉罕怎么领受啊 除非他在这个意义上领受了 他虽然被神呼召了 但他跟神之间还需要一个中宝 这个中宝他需要 然后三 我们大家知道索多玛被要被毁灭的时候 耶和华神说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做事且能满足亚伯拉罕 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特殊的亲密关系的表达 然后有三位访客 一起来到亚伯拉罕那面 然后说到两位天使走了 圣经上怎么说 只有谁站住啊 耶和华神站住 啊 耶和华神站住 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话了 亚伯拉罕就说为这个索多玛求情啊 你能不能一百个五十个二十个十个 最后说哪怕有十个 我也不毁灭这神 讲完耶和华就走了 讲清楚了面对面啊 这是朋友啊 摩西也只能见到耶和华的 贝尔蒙见到他的面 你说那个 那个访客两个天使走了 剩下一位 口口声声是讲他是耶和华 那你怎么来理解 把他放在什么位置呢 他一定是神 所以很多的学者就说 那是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 以天使的方法的一次显现 就是这样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就是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以撒说 父王 爹 火和财都有了 火种和财有了 寂寞在哪里 但是 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神必有预备 耶和华神有预备 他不知道这个预备怎么样 当他迟到要 举到要杀的时候 预备出现了 就是一个什么 小的公羊 耶和华在那山上 早有预备了 所以他在那里 受了这个大感动 他知道 这就是谁 这公羊预表着谁 那真正的什么 神的羔羊 要除去世人罪孽的 只借着那个公羊显现 然后 即便没有公羊 他也想到 上帝一定会以撒着吗 使他复活 复活这件事情 在耶稣身上真正实现了 所以在这些事件的意义的 灵力的信心当中的相遇 使亚伯拉罕欢喜快乐 使亚伯拉罕知道有复活这件事 以至于 在西伯来书11章19节的时候 讲到亚伯拉罕 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那是从来没讲到复活的真理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这是最深刻难忘的 一个生命中的 与耶和华以乐上帝 在预备那个羔羊的 这样的一次什么 这样子一次相遇 是刻骨铭心的相遇 所以在这里 耶稣说明了 亚伯拉罕不过只是他新奇的仆人 是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的恩约当中里面 真正的那个seed of spring 就是说我要与你的后裔立约 而后来又在最后的时候 22章的时候 继续讲这约的时候 你的后裔要使人得佛 这个后裔是单数 所以亚伯拉罕使人得佛 因为借着亚伯拉罕 预备了耶稣的到来 亚伯拉罕是为耶稣做预备的 这就是亚伯拉罕和耶稣的关系 在这个恩约当中 耶稣作为亚伯拉罕的 真正的意义上的后裔 就是这一位 使我们能够使所有的 以亚伯拉罕为我们信心自负的人得救 我们因着这一点 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真正的后裔是耶稣 我们信靠耶稣的 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就是亚伯拉罕和耶稣 所以在这里面 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听了这篇道就知道了 犹太人的这种虚假的安全感 一定要被摧毁 不是因为他们是血统上的 亚伯拉罕后裔的纯种 他们就自然可以从耶和华神那里得佛 福是分是留给他们的 耶稣就提出了一个真正标准 你真要得佛吗 你必须遵守我的话 没有遵守我的话 这一条的话 你哪怕是亚伯拉罕的再纯的子生 你也没有这福分 但是对我们外邦人来的好消息是说 我们都可以被招在基督里面 来遵循他的道 都可以由此而不见死 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的真谛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真正的安全 旧文的安全感 不是建立的 我曾经受洗过 我曾经做过一次悔改的表达 我曾经让牧师给我祷告过 让耶稣住到我心里了 我曾经是一个教会的会员 我曾经是一起来做礼拜 问题 有这些事都是好的 但是这是我们得恩典的媒介和管道 但不是恩典本身 恩典的本身 只有我们能够恩典 达到我们愿意在我们心中的子 要跟随主 主 神在我生命中伟大 祂是我的一切 让我们这样信 我们就是真的有福了 我们会接近全力的 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无力 我们会靠住神来 使我们能够做出神在地上 要我们做出了淘汰喜悦的事 愿神这样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在特别试炼 逼迫的年代来的时候 使我们不至于惊慌之处 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试炼 我们要靠住神能够站立的稳 但愿这话也是我们 众多的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们 能够在这里效法耶稣基督 能够勇敢地征战 能够靠主得胜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保守带领 主啊 但愿这片道 主啊 靠住你圣灵的功 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扎下来 主啊 因为你的话语 在这里 在我们是这个时代 是完完全全不可缺少的 因为你的话语是永恒 永成的 尽管时代在变化 但是我们作为罪人的本相 是本来永远不会变的 你作为你自己的救恩 你的信舍 也是永远不会变的 主啊 我们顽骨的罪性 只有靠着你那 那自高自身的爱 和自大的怜悯的恩典 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才能够得着释放 才能够在罪中被你拯救 主啊 愿你主耶稣基督 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这样的大功 行在我们身上 你那佛活的灵带着我们 能够行走你在世上 要我们行走的一切的义路 你保守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赞美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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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